OK 大家好 我是貓爾旋 那今天呢 我們要教大家如何去 躲...躲...躲點 對 就是 有時候Angeline也會把自己藏起來 然後等對方推到某個進度之後跳下來 然後蓋個傳送 然後就開始撈背了 對 就所謂的Ningeline 那我們先從Snow Coast的這張地圖開始 那我們當手放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他們在準備的時候 我們可以 到這個地方 嘿 啊 OK 要上來 要上來 好 這邊蓋個布燒 對 蓋個布燒 OK 蓋完之後 OK 蓋完之後 打兩槍 把自己打上去 應該不會死 OK 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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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躲這邊 這邊是第一個躲點 對 我蠻喜歡這個躲點 嗯...很多人都會 就是直接出門 直接出門就是往這邊看 然後他不會看到這個燈上面 這邊...除非他要往這邊跑 不然他就是這樣子 直接繞過去 很少會注意到這個燈 然後這邊就更不可能看到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去我們的第二個躲點 OK 來到我們第二個躲點 我們第二個躲點 是必須 就是對方推車 對到第一個距離點 OK 這個門會開起來 這門開起來之後 我們必須 對 必須往後跳 跳到這個... 先跳到這個地方 然後蓋布燒 準備布燒跳 我們要跳的地方是奧平 嗯...那個地方 所以你要跳這邊也是可以 我們先跳這邊 這比較簡單 這邊的話盡量是秒角 只要這個地方跳 會比較好上去 OK 很快上來了 那...相對於那邊也是可以啦 好 他們... 跳個...跳...跳... 有一點難 可是跳得上去 就是比較麻煩 那盡量是跳兩邊 啊 有人說門不躲這邊 這邊跳不上去 我學過了 然後這邊也跳不上去 可是... 很神奇的是... 這個... 這個點跳得上去 很奇怪 我來死跳過去 OK 欸 對 上來了 這邊上來來 看 在旁邊就掉下來了 這邊可以躲一個 然後那邊可以躲 好 那我們就... 到我們的... North... Snowy...Snowy嘛 Snowy Coast的... 的最後一個跳點 是在... 最後的地方 然後它僅限於... DEMO 對 僅限於DEMO 因為DEMO會有一個就是... 直擊榴彈 直擊榴彈呢 它... 這個好處就是... 你剛好地板它會消失 所以就是... 很難... 很難被發現說 你躲在哪裡 那... 我們這個跳點呢 是在這邊 嘿 啊 只有要跳高一點 跳高一點 嘿 嘿 上來了 然後這邊不能蓋不少 我輸過不能蓋不少 不過這邊可以就是... 拿直擊榴彈偷偷打 就可能... 怎麼能經過... 打... 是有人... 會在這邊... 蓋傳送器 可以... 蓋傳送器的話 你就可以這樣子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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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高一點 那這樣就這樣 你可以跑到這邊來 它延伸蠻廣 到這邊 嘿 嘿 對 一發就... 一發就把它... Peddy弄掉 所以這邊是個... 很好的多點 好 然後... 我們到... 我們來下一張地圖吧 歡迎來到我們的... 第二張地圖 Gordon Rush Gordon Rush呢 這張地圖呢... 它分三個部分 對 三個部分 推特有三個部分 那... 這是第一部分 就是一個... 所以... 第一個部分 然後... 我們第二部分呢... 有分... 兩個跳點 一個是攻方 一個是手方 然後... 我們先介紹... 手方的跳點 手方跳點是在... 在準備的時候 準備的時候 我們要跳的地方是這邊 但是我們盡量會把布燒開這邊 很多人會把布燒說... 蓋在... 蓋在... 蓋在這邊 讓我直接跳過去 對... 是... 太好的 因為... 大家看到你直接跳過去 我們要跳呢... 就是要隱密的跳 隱密的跳就是這樣跳 從遠處讓你跳過來 對... 跳過來之後就躲這邊 然後... 走這邊的時候就是等... 等... 敵方... 等敵方推車推到那邊的時候 看一下... 蓋台裡 你... 把那個... 出口開這個地方 對... 在這邊之後 基本... 也很少人會發現 因為有人就在這裡 說出來 應該是很難... 很難被發現 好... 我是...我... 很難被發現 好... 再來是... 我們到我們攻方塔 這邊 這邊... 欸... 黏錯... 黏這邊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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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 欸...對...上來... 這邊跳...跳到這邊來... 哪跳到這邊來呢... 你可以就是... 如果說... 就是... 對方... 呃... 對方... 又回防... 快速回防... 然後把這邊站下來 你可以破壞步哨 或者是... 然後或者是... 或是... 你是手... 欸...其實手方也可以跳這邊啦... 就是... 掉上來... 為什麼我這邊跳不上去... 我直接這邊跳上去啦... 對...掉上來... 呃... 手方... 手方的話... 跳這邊就是為了是說... 怕是說... 攻方攻占這些地方... 你可以在那邊偷偷打... 打攻方的... 對...都可以... 其實兩方都可以啦... 我說錯了... 欸...好像可以... 對這邊可以偷過去... 其實... 手方可以偷這邊... 打... Sniper或是... 敵方的... 地方人... 呃... 炮射... 炮射不夠... 對... 打得到那邊... OK... 那歡迎來到我們... 攻擊Rush第二部分... 對... 這張技術的第二部分呢... 我們總共分兩個小部分... 一個是攻方... 一個是守方... 攻方總共有兩個跳點... 好... 我們先到我們第一個跳... 第一個跳點就是... 我們要... 跳到這個地方... 跳... 這個地方... 對... 沒聽錯跳到那個地方... 然後就是... 你可以偷偷打下面的人... 可以從這邊跳... 呃... 可以跳上來... 跳上來之後呢... 就這樣偷偷的打... 因為很多人都是... 這樣走過去... 我從下面走過來... 很少人往...往頭上看... 對... 然後... 我們來到第二個... 呃...其實... 其實... 這邊也可以跳啦... 只不過... 可以吧... 應該是可以跳... 然後... 第二個跳點呢... 是這邊... 不過... 通常是沒什麼用的啦... 對... 跳上來... 對... 基本上因為很暗... 看不到東西... 所以跳這邊其實沒什麼用... 好啦... 那我們都到我們的... 欸... 欸... 看得到... 欸... 看得到欸... 欸... 如果是這樣對... 我打得滿爽的... 偷偷這樣打... 我痛... OK... 然後... 歡迎來到我們... 第二小部分... 第二小部分... 就是我們的手方跳點... 手方跳點呢... 只有一個... 但是呢... 我們必須趕快跳... 是當... 對方推到第一句點的時候... 我們可以... 嚴格點在這邊... 然後... 往... 這個地方跳... 然後... 第一跳失敗... 沒關係... 我們還有第二跳... 然後... 跳上來之後... 我可以跳上來... OK... 然後跳上來之後呢... 就是讓對方推車推過來... 你可以這樣... 偷偷的拿... 自己油彈這樣打... 如果你自己油彈很準的話... 其實也會很好躲... 恩... OK... 那我們快速的... 拿到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我們直接Rush... 教大家如何快速的蓋... 你的... 呃... 就是... 恩... 叫做Baby的... 蓋法嘛... 對... 就是Tally... 那麼快速的... 就是... 那什麼啊... Badcap嗎... 對... 就是... 恩... 偷偷的... 繞背... 那我先蓋我們的... 布哨... 跟... 我們的... 傳送... 傳送門在這邊... 那趕快... 要跟時間競賽... OK... 蓋到二級就可以了... 那我趕快跑... 跑跑跑跑跑... Rush... Rush... 動作要快... 這地方不需要讓布哨跳... 我們快速的跳上去... 可以... OK... 再跳一個... 恩... OK... 跳上來... 嘿... 欸有沒有... 欸上來... 趕快把它摧毀掉... 4... 3... 2... 1... 欸對... 跳上來這邊... 呃... 這邊... 很少人會看到你在這邊... 你這樣躲... 然後這邊躲完... 躲完之後呢... 就是... 等對方推到第一或第二局點的時候... 你看一下... 因為... 如果是玩Casual的話... 或是你按Tab... 你看到... 對敵方... 就是... 人都還在... 然後都沒死掉的時候... 趕快跳下來...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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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跳...跳... 跳到這邊... 然後過來蓋傳送門... 傳送器... 然後... 按下你R鍵... 然後...傳回去... 傳回去之後... 換成你的那個... 勾爪... 因為勾爪修比較快... 呃...修完之後呢... 趕快... 這邊布哨也快... 呃... 這邊的傳送也快蓋好了... 慢慢等它... 就是你可以趕快敲一下把它敲好... OK... 傳... 傳送過來... 傳送過來直接往上跑... 對... 然後蓋一點... 把你的布哨呢... 蓋著地方... 那你可以跳到這邊來... 去防... 防衛你的布哨... 就是你可能有spy啊之類的... 好... 這就是我們的Gunnerush... Gunnerush呢... 呃... 首方呢... 這... 最後... 最後跳點只有首方... 你們可以蓋... 就基本上... 隱藏了... 隱藏跳點只有這邊... 好啦... 那我們到我們的下一張地圖吧... OK... 然後... 歡迎來到我們的第三張地圖... About the Mountain... 我不知道... 應該這樣... 這樣念了... 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呢... 這張地圖呢... 只有DEMO可以用... 對... 這張地圖呢... 第一部分只有DEMO... 然後也只有一個而已... 就是我們首方... 啊...首方剛開始呢... 就是... 你可以... 戴個新手帽... 或者是... 當個... 武...武...武裝扮DEMO... 來... 假裝自己是... 新手... 對... 幫你黏彈... 黏彈... 好... 再跳... 再黏... 欸... 跳上來... 欸...跳上來... 跳上去... 躲這邊... 欸...躲這邊之後呢... 好笑好玩就來了... 當敵方Engineer... 蓋布燒或是蓋穿送機... 就可以到到那裡的... 直擊...直擊榴彈... 把它打掉... 很棒吧... 但是如果對方沒有... Engineer... 也沒有想要蓋傳送機... 那就... 沒辜了... 這個... 躲法就沒有用... 對... 然後這是我們的第一部分... OK... 然後歡迎來到我們的第二部分... 對...第二部分呢... 我們就... 影線於首方... 首方呢... 你可以當DEMO... 或是你當你的Engineer... 對... 我們現在是用Engineer的示範... 然後躲了點死... 對... 這個地方... 對... 那Engineer呢... 就是... 這邊要用不知道跳... 有點難... 但是... 可以跳得上去... 對... 我們這樣跳... 跳跳跳跳上來... 跳上來呢... 就是... 你可以在這邊躲... 然後你步上也可以辦法殺敵... 對... 沒人在你在上面... 這個地方... 那一樣就是... 可能等對方推到... 第二個局點... 或是... 推到一定的程度... 你可以下來... 然後... 來蓋個傳送器... 然後... 你可以... 可能... 自殺或是... 對對對... 然後... 如果你是DEMO的話... 你可以運用你的年誕跳... 或是... 現在... 這邊的話... 建議是用... 這個... 一般的...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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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樣是比較難跳 啊,我都喜歡連窗邊 窗邊比較好跳 我個人認為很好跳 OK,上來了 上來就是一樣,你可以 你可以等對方推過去 然後再下來去封對方的家 然後或者是 你可以幫忙防守這個房間 連連帶在這地方 然後等對方經過 引爆 然後這是我們的第二部分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去我們最後的第三部分吧 OK,那歡迎來到我們的 最後部分,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總共有兩個躲點 然後這是第一個躲點 第一個躲點呢,是躲在這個看板上面 看板上面齁 躲這邊呢,就是在準備的時期 趕快躲上來 躲上來,趕快在這邊連連蛋 或是把連蛋黏這邊 然後等對方經過 就把連蛋引爆 嗯哼,這...還不錯吧 好啦,那我們去我們的 第二個躲點吧 OK,這邊呢 是我們的第二個躲點 第二個躲點呢,其實真的很難被發現 我個人認為真的很難被發現 它是不是修改過啊 我看到那個... 對,我那個消失不見耶 呃...這邊其實是有個... 有個...一個...一個...一個... 衡量 可是它怎麼消失不見 破圖嗎 我這次說我們要跳到這個衡量上面 等一下出來 跳上來這個地方 然後你可以把連蛋黏這邊 引爆 那對,一樣等對方經過 或者是把連蛋黏這邊 然後工方經過的時候引爆 這邊也是可以 好,對,這次是我們的... 第二個躲點 然後其實... 工方也有的方法 就是一個... 一個奪法 或是一個... 算是一個攻擊方法吧 剛剛會... 它會我們的工方 然後當年9年 然後... 這個比較難 因為就是... 要...被發現 然後要動作到快速、迅速 對 那... 就趕快開始吧 就是...當你是攻方的時候 對方... 在注意... 注意是... 我們要推... 很重很重...很重要啦 就是... 你要注意是... 對方要推到第一... 就是我們...自己... 推到第一個局點 一定要推到第一個局點 第一個局點 然後它... 他們注意力會在第二個局點上面 對 對... 在第二個局點上面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趕快蓋部首 另外對方會在... 對方會把注意力... 集中在第二個局點 防守 那這時候我們趕快蓋部首 為我們後續發展 對... 趕快蓋部首 趕快蓋部首 趕快快 直接跳上去 OK... 跳上來之後 OK... 直接蓋... 我們的出口在那邊 然後...我們就完成我們的 Ninjineer 蓋上去 然後... 傳送蓋起來 傳送... 傳上來之後呢... 那部首在這邊... 直接架強... 把他們封住這個地方 對... 那這就是我們... 這次的... 這... 這... 這就是我們的教學啦 對... 然後呢... 後續我會出其... 呃... 其他張地圖的... 的... 的那種... 各種跳點 或是隱藏點 好啦...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系列 那我們... 下次再見囉 See you next time 掰掰